要好好学习,不要贪劳 小孩子家家就知道玩,玩能学会啥 那是他们去感知跟探索世界的方式 通过这样的一份感知跟探索 他们会收获那种惊奇跟好奇 而这份感受又会带领他们不断地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 而且会玩的孩子往往他的社交能力会非常好 好像是一个受惠的小孩 玩耍其实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空间 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他自己跟自己对话跟相遇的一个空间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给我自由玩耍的空间 作为父母,其实我们都希望给孩子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但好像现在这份无忧无虑玩耍的快乐 离我们的孩子似乎越来越远了 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儿童幸福度的一项调查中 荷兰孩子的幸福度是全世界小孩中最高的 其实我也是怀着这份好奇去翻译这本书 其实他讲了荷兰孩子很多幸福背后的秘密 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字 玩 他们可以自由地玩 加上给他提供自由地成长的空间 去信任孩子 让孩子充分去自由地玩耍 而且玩什么 怎么玩 都是由孩子自己决定的 而不是由老师成人去安排的 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 应该都曾享受过那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玩耍的乐趣 但随着我们长大 那份自由自在的快乐 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去年八月份的一个下午 然后我在杭州中田竹法径室外散步 然后我突然抬头看见了这棵长着红果果的树 见到它我一下就记起来了 我好像记起了我儿时 跟小伙伴一起在野地里奔跑玩耍 一起去探险的那个日子 当我摘下这棵红果果放到嘴里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记起了那个味道 尽管我已经真的二十年都没有再尝到过它 那个时候才发现其实我儿时那份自由自在玩耍的时光 一直跟我在一起 但是随着我长大进入小学 好像大人又会对你说 要好好学习 不要贪玩 你也会总听人说 小孩在家家就知道玩玩能学会啥 似乎玩耍就是在浪费时间 玩耍是跟学习是矛盾的 真的是这样吗 你会看到孩子会发着他的天性去玩耍 那是他们去感知跟探索世界的方式 通过这样的一份感知跟探索 他们会收获那种惊奇跟好奇 而这份感受又会带领他们不断地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 此外透过玩耍还是孩子去学会跟小伙伴相处 理解如何去交到朋友 而且会玩的孩子你会发现往往他的社交能力会非常好 他们是一个受欢迎的小孩 因为在玩耍的过程里可能那个规则是既定的 是让我们去动态去调整这个规则 比如说我们要跟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一起玩 他可能不能去单脚跳 那OK那你就双脚跳就好 这样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去理解如何在公平 是不是让那个小朋友要去补偿他 他去学会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调整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过程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给他这样一个空间 他可以自由去开展 他会在自己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去开展探索 在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玩耍的过程中 去锻炼着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玩耍其实给孩子提供了一个空间 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做自己想做的事 是他自己跟自己对话跟相遇的一个空间 但是随着我们长大 那份自由玩耍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少了 我们为什么不敢让孩子玩了 似乎孩子也越来越不会玩了 在如今的家庭生活里 往往都是一个孩子有很多个大人围着他转 孩子的各种各样的需要都会被家长随时的关注和满足着 他们是在按照成人的意愿去生活 我们用一种以为是爱他保护他的名义 让他学习的名义 都把他的自由完善的空间挤占了 挤占了就如同压缩饼干里的空气 几乎都没有了 现在很多孩子甚至会被诊断为 比如说助力缺失 抑郁症 甚至会有些孩子因为找不到那种自己的价值 那种对生命的掌控感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们为什么在不断地去挤占孩子属于自己的时间 挤占着他们属于自己自由玩耍的空间呢 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孩子多一些这样属于自己 能够去自己快乐地玩耍的空间呢 首先他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材料 这些材料可能不是我们花很贵的价钱买来的玩具 通常他可能都不需要花钱 就是那些沙 水 大自然给到他的 或者就是我们家里平时那些日用品 都会成为孩子充分发挥他自己想象力的一个载体 其次你要给孩子一个模仿的对象 这个模仿是基于妈妈她 你的家人它是一个真实的生活情景 还是能够看到我们作为大人究竟是在如何生活的 此外他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 这个安全可能不是说一个完全没有危险的环境 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小的时候玩得最开心的时候 可能是在没有大人监督的情况下 我们去探险 我们怀着那种有一点点害怕的感觉 然后一点点去探知的那种心情 是让我们觉得最紧张最有意思的 就像很多时候可能是妈妈自己在很专注的工作 孩子可以有一个空间自己去玩耍 妈妈就在一旁 妈妈可能关注着我 但同时也不会对我的行为直指点点 没有一份关注和一种善意的忽视在里面 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发展的步调跟节奏 当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就如同这个剧足一切的种子 他有自己那种蓬勃而出的力量 然后当他出生以后 就像这样的一个努力去不断生长的种子 他有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发展 其实我们都知道0到1岁是孩子急速发展的一个时间 小孩子用自己的力量去站起来 很多时候他需要我们成人给他一个温暖的怀抱 抱着他 但也需要给他一个空间 能够让他自己去不断地尝试跟探索 从出生到患亚五六岁之前 最需要自由玩耍的时间 他的想象力跟创造力 都是极具丰富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我们需要给他这样的一个 更充分支持他自由玩耍的环境 当小朋友换牙 通常也是他要去上小学的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年龄段 就要给孩子大量的学业 他要去应付各种考试跟作业 其实在脑科学的研究里表明 孩子他的常识记忆跟逻辑记忆 是要到他青春期的时候 12到14岁时候 他的海马体才会真正的发育成熟 他才能够具备那种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 也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孩子他的学习力才会真正能够去呈现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太多的近代花开这样的表述 但我们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焦虑的环境里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状态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状态还是孩子的状态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有可能导致我们这种焦虑感的产生 我们究竟该能如何去找到一个出口呢 其实真的只能从我们自己的状态去调整 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给自己的一个空间 去让我们跟自己在一起 学会去给焦虑找到一个出口 最后我想分享一段话 是瑞典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林格伦讲的 有两样东西构成了我的幸福童年 安全感跟自由 这份安全感来自父母的彼此相爱 而在原眼里自由地奔跑 这份快乐的童年是我一生生命里的源泉 这张照片是我一三年在贵州山区之教里拍下的 我经常在Jazz里看到他们一起自由自在地玩耍 但他们似乎缺少那份稳定的情感陪伴 而我们在城市里的孩子 却似乎少了那份自由自在玩耍的空间 我想当我们城市的小孩 还是山村里的小孩 都能够拥有这份安全感的陪伴 跟自由玩耍空间的时候 我们国家的孩子也会像 荷兰小孩那样幸福快乐 谢谢大家